1月13日,第13届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 一连两日,本届论坛主题为《从速增长,创新突破共荣》 全球超过百位重量级金融官员和专家、商业翘楚、经济学家及投资者出席论坛 多角度剖析最新全球经济热点,探索新机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指出 近期地缘政治局势趋紧张 但是他相信亚洲2020年经济发展仍将跑赢全球其他地方 中国更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将受益于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 他坦言,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贸易摩擦 过往数月,香港的社会事件仍未完全平息 这些均为香港带来挑战 但是香港的金融系统在2019年保持了繁荣和稳定 这些缘子和承车,就像我们的金融系统 You're compelling commitment to Hong Kong 林郑月娥提到 香港2019年继续成为全球最大新股集资市场 又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地 同时吸引全年全球最大新股阿里巴巴来港上市 香港在2019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纽约及伦敦,证明市场继续看好香港的资本流通 同时对香港法治有信心 他也谈到,2019年特区政府发行的虚拟银行牌照 是金融体系一个重大突破 凸显了香港金融业的包容性 to exemplify our commitment to technology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themes of this year's AFF last year we issued eight virtual banking licenses as well as two virtual insurer licenses these can spur financial innovation while boosting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building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our faster payment system launched in 2018 to enable instant payment now handles about hundred and sixty eight thousand transactions totally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and seven million us dollars every day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表示 该行四年内成员增值一百零二个 并以约四百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他指出,亚投行作为一个新型机构 需要建立制度,不能容忍贪腐欺诈行为 也需要在全球推广绿色经济 以帮助部分国家有较高的碳排放 逐步减至零排放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YK